FMQ1.5 自由之聲 這個節目叫做 漁夫自由行 大家好 我是漁夫 啊 真歡迎呢 我們這個自由之聲給我一個機會 可以在空中和我們所有的聽眾朋友 大家來分享我所有的生活 啊 真是人問說漁夫 你為什麼才來帶我來自由之聲 啊 你們都不知道什麼 人家很有生意的 啊 漁夫大哥 你既然來到台南 啊 你敢不可以來我們這個公佈電台 來跟我們好好聊一聊 來跟我們所有的這個自由之聲 的條眾朋友 大家一起來交流 啊 我現在想想的說 我本來是想說 啊 我也不是一種 一定離開電視台這麼久了 啊 這是 如果法國話啦 說得很趴小啦 過氣了 一定 啊 不是什麼大明星啊 啊 離開這個電視電台 還有很多電視 不管是紙本 或者是廣播電台啦 電視啦 老實講啦 齁 我已經離開很久了 啊 不過這個 啊 我們主義之聲齁 啊 真實在很氣動 很順動 啊 跟我這樣說得很感動 啊 跟我這樣說得很感動 啊 我說啊 好啦 這樣子呢 啊 就找一個好好的機會呢 大家來研究說 要怎麼才能跟我們所有的台灣朋友呢 分享到我的想法 跟他們看一看 啊 一開始齁 啊 那個節目不是這麼好 啊 電視裡面 齁 啊 每天都這樣 啊 這樣 五光十色齁 啊 真好啊 真正為什麼要離開 我們聽眾朋友齁 很多人齁 也是不瞭解說 余夫你那時候 想要離開電視台 這個真重要的原因啦 齁 第一就是 我有一天 在看自己的節目 怎麼看齁 看到不然怎麼自己在耗 那時候 為什麼會耗呢 啊 啊 我們以前坐在旁邊 都說奇怪 你是耗什麼 看自己的節目在耗 你的節目是做得很麻煩 你是耗的嗎 我說不是啦 我感覺我自己親像 這個國家的亂源 我們知道齁 現在的這個 Coin的節目 啊 在我那個時代齁 跟很初時不太一樣 我那個時代是這樣 三個黨 不管是 國民黨 民進黨 親民黨 通通可以坐下來 慢慢的來談這個國家的事情 但是 現在不是啦 現在就是 看你是信用社會啦 齁 你如果信基督 聽基督代啦 信佛教的 看佛教代啦 那就是說 那個意見已經太過於兩極化 不過在那個時代齁 我看到這些政客這樣吵來吵去 我感覺到 對國家實在是沒有幫助 一點幫助都沒有 所以我就說 算了 別做了 過天我就去市集啦 那市集啊 我老實告訴各位 做電視台 我是為總幹 我不是為主持人 我是總監 總監當然這個主委 對很多人說 總監有什麼職位 總監當然就是一個電視台 裡面最代表性的這個 這個職位嘛 那麼在那裡開之後呢 我就開始去讀書了 不過 一定離開電視台 從2001到現在 現在是2013 啊你娘威 幾年啊 啊所以 老實講 也有很多比較年輕的一輩子 已經不認識我 所以我只好呢 再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啊最多我現在 去到四季的演講的時候 很多人問我說 餘夫請問你那個餘夫的名 是怎麼來的 啊這真的是不是有 很多人不知道說 這個餘夫的秘密是怎麼來的 餘夫兩個字啊 是沒有三點水的 只有餘 沒有三點水 啊餘夫 啊不是真的去抓魚的人 很多人問我說 啊你不是餘夫喔 你搞不定會抓魚 我說沒有啦 我最近都該做招數啦 哈哈哈哈 什麼招數 當然是開玩笑 為什麼呢 因為 啊 當初這個餘夫這個名 啊是為了 我大學時代 啊 啊我太太呢 啊 就是我現在的太太啦 現在的母啦 啊 他的一個綽號呢 叫做漁兒 漁兒 啊因為我要叫這個漁兒 所以呢 我就說 這樣我要給你 一個名字 叫做漁兒的丈夫 簡稱漁夫 漁夫 啊你知道嗎 這就是漁夫的來源啊 啊我們知道齁 很多這個漁家 譬如說苦靈 各位知道苦靈嗎 啊苦靈齁 就是說什麼苦戀什麼靈 那個女孩子 啊 啊 就 啊 這個 無戀真 各位知道 無戀真 是想念什麼真 那個女孩子 啊 這兩個都失敗 如果我是成功的啦 啊 所以呢我叫做漁夫 啊 我兩個後來呢 有兩個漁廟 啊 這兩個漁廟都成大成人啊 一直都收到 嘛 我們不知道是 世界上去搞什麼 那個 五湖四海棋啊 啊 啊 說到苦靈齁 我想想到齁 啊 我們知道苦靈是 和我齁 差不多 兩個這個 非常好的朋友 那麼 在那個時候呢 我們差不多是 同一個時間到 電視上去發展 欸 我記得我是在 1994年 那所謂的 1994年 在94年之前啊 九三年啊 有線電視台 剛剛通過 換句話說 那個時代裡面啊 有線電視台剛才起來 欸 那起來齁 我心想告訴大家 那我以前是有線電視台 那無線電視台的 總經理 如果是看到我齁 就一胡說 一胡先生 您那個 有線的那個線啊 到底要簽到什麼時候呢 這樣知道那時候 都那種 呃 過生人的齁 所謂的高級外省人 才能做電視的呢 欸我告訴你那時候 那些三台齁 嚇倒人的 那些薪水嚇倒人的 一發就是 發幾十五個 我的那個連總獎金 以前三台壟斷的時候啊 啊 有線電視台就是 要來把它顛覆 那時候齁 這無線電視台 很看不起我 那時候我們當時 那個 日比這個有線電視台 那時候都在撩散 那時候 那時候 有線電視台的前身就是齁 摔跤 有喔 錢巴拉 那是本人的一種 武術台的台機 一種錢巴拉 還有色情 那時候 那時候 最會 實心啊 所以才慢慢 進入 開放這個有線電視台 那麼發一陣子 那時候 啊 苦靈呢 他跟我一樣 我們都是平面媒體的文人啊 啊 那麽才進入這個電視台 啊 可能跟我齁 兩個image比較一樣 那說話都也是這樣 欸 這台機要怎麼說 說話這激少啊激少啊 哈哈 說話齁 都這樣 欸 這樣靠倒小 啊 說得比較有趣 所以他的image 他就搞得真心 那可能啊 這個 這個 我告訴你 要搞到媒婦 搞到 可能啊真的要求 怎麼呢 他現在去風花雪夜 他問他說 欸欸 這位先生 您是誰啊 我說我是漁夫 靠腰你苦靈 你去風花雪夜場所 你告訴他 你的名字是漁夫 你要害我 喔 這台機無法發展了 現在換小姐問我 欸 您是誰啊 我叫苦靈 哈哈哈哈 火焦燒海 後來 那時候我去 那時候 馬英九在台北市長啊 那時候在中國 又沒有什麼名字 所以我去到中國的時候 小姐問我 您什麼大名呢 馬英九 哈哈哈哈 馬英九是誰啊 以後你會知道 哈哈哈哈 都火焦燒海 欸欸 但是這裡注意的事情啊 很多啦 我有一種啊 去金門 金門 那各位知道那個 金門有一個叫中山林 那個中山林裡面 啊 有一個蔣金國的銅像 我們知道 過期啊 這個蔣金國呢 時常 喜歡到這一個 金門去 就是最前線去視察 那麼 蔣金國在 聽說去金門 我 因為我當時 有在研究金門的 這些 各種大大小小的事情 所以很多金門在地的人 都知道說 余副下很多金門的事情 那麼 呃 蔣金國去過金門 是 呃 好幾百趟 那麼 那一次是這樣 呃 在中山林有個蔣金國 作者的 銅像 啊 現在很多遊客去到那裡 齁 看到那個銅像 那銅像是大座的 所以 很多人到那邊去的時候呢 就爬爬爬爬爬爬爬到上面去 坐在蔣金國的這一個 呃 大腿上面拍照 留戀 齁 啊我那座呢 帶攝影隊去 齁 啊就去那一半 看到蔣金國的銅像 坐著那個銅像 欸 我就做個慶祝的 我也去拔拔拔拔拔拔 拔去他的那個 大腿上面坐的那裡 準備要攝影機來留戀 這個時候 在旁邊啊 有兩個 有一對夫婦 那個老婆呢 先走了出來 他老婆啊 那個 那位先生的老婆 走了出來 往頭一看 看到了這個 蔣金國 銅像上面的我 齁 那不是苦靈 那是蔣金國 齁 所以政策各位都沒看到我 就對了 哈哈哈哈 啊這個笑話齁 是真的齁 啊 可能啊 很像不像的 可能要來說 欸 呃 呃 我都給你 害得 害得 尋命 到尋命 到尋命 所以這些事情呢 說起來是 過期 很有趣 但是我在離開了 電視台之後 呃 買了 特色師傅 特報師傅 說了學歷也有是不是 這學歷對我來說 在我的人生中 從來沒有發生過作用 啊 我是這樣啦 國小 乖乖 媽寶 欸 不能講媽寶 我媽媽也不夠大社會 齁 但是媽媽的話 我一向都是 呃 都會聽 啊 所以呢 在這個 小學的時候 呃 國小的時候 我是唸第一名 國中 也唸第一名 啊 到了這個高中啊 要是不是 我是國中 第一名畢業 結果呢 我們有幾個學生 總共有六個學生 我們雖然是在政家 政家 學生 起來科高雄市 的那個高雄中學 哦 六個 我第一名 我沒有找到 其他都找到 哦 啊 啊這人生來講 啊 我常跟很多朋友講 人生起起落落 啊 啊 你會讀書 也不見得 你就會考上很好的大學 啊 你不會讀書 但是也不見得說 你就考不上 很好的大學 啊 所以 人生的名文 起起落落 這是習以為常 啊 所以不必呢 為了一時啊 失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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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灰心上智啊 這個都不用 都不用 那後來呢 高中我就 因為沒有考上第一次院 就考上第二次院 我就考上第二次院 我就探兩年 我總共齁 整個高中齁 掛那個 那礦課啦 請假賣賞 這樣真真 爛賞 就探兩年 高三 我完全沒有讀過 高三的課本 我完全沒有讀過 我記得我最後一次考大學 每年考的時候那個 高三的 那個 我們這個所謂的機率啊 我就完全 一個字也沒念 就跑 這樣跑去考 欸 考得還不錯 但是呢 念了兩年啊 總計念了幾個學校 念了五個學校 五個 聽清楚了 一二三四五 五個 五個學校 那 現在才五個 那就 就搬家攏洞 做小小子 到一個學校 去跟人家小趴 趴趴的 人齁 就說 你這個孩子 就搬孩子 你不要再練我們的學校 你走 可憐了 真的可憐過差憐了 可憐了 那時候 後來就是 這樣子到處被退學了 被退學 但是我跟你講 人生真的是 很難講 然後 後來我雖然是 只有練兩年 再以同等學歷 考上 這個 大學 去的大學 大學 才到大四 又去我們退學 這真的是 人生怎麼說呢 啊 就去我們退學了啊 之後呢 再以同等學歷 各一科碩士 啊碩士知道 為什麼一科碩士啊 因為 我在電視台之前 就是說 我是在1982年 開始畫 政治漫畫 各位也知道說 啊 漁夫就是漫畫家 對政敵 要用漫畫來評論 啊 當然我也有很多 其他的度 比如美食啊 什麼之類的 旅行建築啊 都畫 啊 那 以這個所謂的學歷 他從來沒有在我身上 發生過 任何的作用 我從電視台下來 電視台 也不是看你漁夫說 欸啊 你是不是博士 什麼都不是啊 我那時候 唯一的 這個 拿到的這個 畢業證書叫做 國中畢業 呵呵呵呵呵 我們爸爸 我國小畢業的時候 拿了這個現場獎 第一名 他也沒來 啊 對不對 國中拿了現場獎 第一名沒來 啊 國小也是拿了校長獎 啊 他也沒來 啊從此以後啊 他就沒有時間 沒有機會 去參加我的 這個畢業典禮了 那麼 後來啊 呃 這個 我為什麼會去搞措施呢 是因為 呃 我爸爸有知道 我告訴我 他生前 他有一次跟我講 他說 我看你喔 啊 也名滿天下 啊 啊 為什麼啊 人家的消息都一定 打到祝福啊 也要打到祝福啊 你也差不多了 還要打到祝福啊 一張祝福啊 一張祝福啊 叫做國中必須 這樣 我說 好吧 好 我真的去考碩士 而且呢 還是第一位畢業 第二名進去 第一位畢業 所謂畢業是真的有畢業的啦 真的 也不是又被趕出來 是真的很快的就把論文寫完 然後就把碩士拿到 再以第一名考進去的博士班 啊這 說這些東西 我記得我碩士拿到的時候 就拿到我爸的這個 墳錢呢 我就去跟他講說 爸爸 你跟我交代 我真的有責 我有責了啦 然後 考到博士班的時候呢 我就拿著那個 錄取通知單 跟早期以前跟他說 有墳錢 跟他說 有啦有你看 我也有軍練博士了 但是學歷對我來講不重要 但我也常常跟年輕人講 你一時的這個失敗啊 人生是這樣子 人生是 經常是到處充滿著驚奇 人生如果不是充滿著驚奇呢 人就不值得活下去了 通常是這樣啦 你開始在那裡找沒問題 沒路的時候 上帝 就會開一扇驚奇的窗給你 我講到這裡有什麼 唱博士兄 這也不是 那是紀錄台電台 哈哈哈哈 不過這是年輕人 為什麼 年輕人一直跟他們講 起起伏伏 不重要 人生主要就是說 你要能夠 就是說當你覺得很失敗的時候呢 不用慌也不用急 要準備好 那時候一到機會會給你 那不可能跟你講 你一生都很痛苦的這樣啦 不可能一生都很痛苦的啦 那你就 當然也會有成有拜 啊拜 所以台灣人有一句話說 啊 憔敗沒有六極的句 這句話就是很清楚 就是說我們人生一定 不要以為說自己 呃 完全沒救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那我的經歷要怎麼講呢 我的經歷呢 很多人常講說 余夫你到底 呃 我看齁 你也是電視台主持人 總監 所在一個動畫公司的老闆 所在一個大學教授 什麼你叫一個漫畫家 奇怪 到底是 呃 什麼新聞 齁 那這個也蠻有趣的 有一次我跟我女兒的 啊 帶他去高婚的七頭 欸 我們祖父兄說 爸爸 啊你這樣 叫你拿嘴頭銜 啊你比較喜歡的是哪一個 大家要看看 我會比較喜歡的是哪一個 是董事長呢 是總監呢 是教授呢 還是漫畫家 你想的 對 我喔 都沒想 我就跟我們女兒講說 爸爸最喜歡的 這個 title就是 漫畫家 為什麼 更簡單嘛 其他都是暫時的 但是漫畫家是永遠 文學家是永遠的 詩人是永遠的 這些 能夠在這個方面 能夠盡一點自己 能夠貢獻給社會 喔 這個才是永遠的事情 好 那就是我 簡單的學經歷的介紹 那以後我們這個節目要說什麼 真的 不可以說 你現在來講這個節目 你是要說什麼事情啦 啊 當然啦 各位也知道 我一定有在你拿嘴頭銜 人生經歷也是算年過半百 啊 我記得 年過半百啊 這個空主公 公 耳順嘛 耳順 什麼耳順呢 你沒有你把你黏的時候 從左耳進去 右耳出來 這是我改歲啦 哈哈哈哈 這是余子曰 哈哈哈哈 啊 不是這樣啦 耳順就是說 你聽到有的不的 一定不像這個 少年的時候 喔 不對喔 六十的耳順喔 說不對喔 應該是五十而知天命 現在想起來 知天命 這句話很重要 啊 啊 知天命就是說 過到五十歲來啊 啊 一定過五十了 你就要知道 知道你 人生就是這樣 能不能成 啊 有沒有成 有沒有拜 或是大落 大起大落 在你五十歲之前 就差不多了啦 不用再強求和人家追啦 知天命就好了 啊 天命 也不是說你永遠都倒霉 我剛才也講過了 也不是說你永遠都快樂 啊 人生總是要有生老病死 人生總是要有一些 啊 愛恨情仇 這樣人生不才會比較醜味 對吧 啊 你說還可以連家說 都沒有愛恨情仇 那我不知道啊 那你就已經變性淨了 啊 啊 那麼 那 所以在這一個 呃 過了五十以後啊 啊 就開始就 就開始 在想很多事情 比如說 譬如說 你寫這是美食書 對啦 我也不要說 這本書 這什麼書名 像我一百元都在選團 不過 我為什麼在寫這個 我在寫這個美食書 有很多朋友說 欸啊 我看你幾本看一看 你這 你這是有啊 你的介紹都很好吃 我說 我其實呢 整本書是在寫 台南人的 工作的 這個 精神 跟人生的態度 他人生的態度 不是說 大家人家會說 啊 賺錢賺錢 不是說 賺錢賺錢 賺錢賺錢不一樣呢 賺錢是說 要怎麼賺錢吃就好啊 啊 何必就要開這麼多 賺錢又不一樣啊 有的人很賺錢啊 對不對 啊 所以呢 我是在說 台南人的工作的精神 跟人生的態度 這張很重要 啊 很重要 那麼 所以我 在這個節目裡面的希望 跟各位談的是 很多 除了這人生的態度以外 好比說 我們長的美食 這件事 當然 小吃很有名 有很多人 說到我們台南的小吃啊 哦 有時候 看人家在寫那個 美食 你寫美食 你說這家店很好吃 或說它的 工作 服務態度很好就好了 不是啊 他要瞎瞎的 這一個 比如說 台南的 這一個 某某東西 哦 呃 源自於中國 一千多年前的 這一個做法 神經病 一千多年前 台南是還有人 除了原住民 以外還有人 還有漢人 哦 哦 這 所謂的統派 最喜歡寫這個 啊 這台灣人 很奇怪 就是說 我們對自己沒有信心 我們對自己沒有信心 啊 人家寫什麼就說什麼 哦 這個是 人家 現在 你自己訪問說 呃 訪問 我們這個 人家在訪問的時候 我們中國人說 誰跟你我們中國人啊 哦 建議你台灣人的主體 比如說我們現在開始 啊 開放觀光 啊 這個 啊 這個 這個 啊 啊 啊 我們可以體諒說 比如說 我們去外國 哦 你有寫一支 還有寫那個 漢文 漢籍給我們看 你有寫英文 還有寫韓國文 那這個當然是好的 啊 你如果說 你要取悅對方 啊 比如說 哎 這個 漢籍 他要蓋土豆 馬鈴薯啦 他要蓋土豆 你蓋土豆 台灣人是幾看屋啊 人家上載你有這土豆 土豆就偷刀啊 上面這土豆的變馬鈴薯 哦 變薯條 土豆條 土豆條有什麼我哥 哦 這樣子就是太過了 啊 這就是台灣人 很多人 我們是所有的台灣人 很多人 不夠主性 啊 少年呢 這個 老性 老材性 太嚴重 OK好 那所以我們在這整個的這個 醫藥 要跟各位談的很多啦 文學 藝術 美食 啊 當然 政治評論也 三文字也會說啦 啊 主要是說 我希望建立是台灣的文化的主體 啊 我們在台灣齁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對於 呃 我們台灣人很喜歡談政治啊 政治不是不可以談 要談政治 要不然你就 一針見血 就要靠有犀利的 不同的 啊 看法意見 啊我們很多朋友 齁 那個政典齁 以前說得真齁 我也是說要三十年了 我就很聖耶 啊 現在別說什麼啦 我也說輸人 現在你去坐客人家 那個文獎大哥 比你還好說啦 啊 還有啦齁 現在說得一定氣笑啊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台灣 這個call in的節目啊 哦 我一天看一個 談話性的節目 一開始就給你標榜說 上通天文 上知天文 下通地理 哦 真的節目標榜說 上知天文 下 上通天文 下知地理 說真的給你標榜這樣 我說我怎麼這麼厲害 我這世間齁 讀了空名義 我不再看過五百年來 才會出差出名嘴 大家都變 諸葛空名去 所以齁 有人說在網路裡面 跟我說 諸葛 你是 你是名嘴 我說你什麼時候看到我去做名嘴 你什麼時候看到我去政治節目裡面做名嘴 你怎麼這麼說 我總 第一個 我總監主持人都不幹了 我可以去幹名嘴 第二個 這個齁 小弟我 實在是 學問不足 學問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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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現在要做名嘴 要知道外星人 躲在哪裡 我從來都不知道外星人躲在哪裡 你是要怎麼叫我做節目 我就拍死去 有一個人知道外星人躲在哪裡 可能我會考慮上上節目 不過我們 所以聽我們這個電台很有應用 很有應用 我現在就聽說 台灣人太少的講文學藝術 講台灣為主體的文學藝術啦 這一類的東西 比如說電影 魏德聖人 拍了很多 以台灣為主體 以原住民為主體 從原住民的角度來看整個的日本統治史 賽德克巴萊 所以 這樣子 民主的自尊心才會出來 我們有一些朋友 正在公演 二三十年 也很幸福 以前我記得 李鴻喜教授 李鴻喜教授是教憲法 我很年輕的時候 跟他成為同事 舔為同事 為什麼 因為我是自力晚報的主筆 他間諜的主筆會議上 他就說 他說 余夫老實在說我真的不好意思 我說什麼事情 他說我們這個憲法 我們這個戒嚴 那憲法二三十年都不能改 我是憲法學教授 不好意思 我二三十年都不能改 都不用改教材 都一樣 他說我當然也是希望 憲法要改 所以說起來 有很多事情 一直repeat 一直repeat 然後忘記了我們 最終最重要的 就是要說文學和藝術 所以在這個 我們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 要跟很多朋友說 很多人問我 余夫你為什麼會搬來台南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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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會來台南 當然 動車的考量很多 第一個是 我已經連過半百 那這個連過半百 有一個感覺 就是說 當然我在這個 我們一般人是 從大學畢業到二十幾歲 然後到公司裡面去 去開始工作 工作到你大概三四十歲的時候 你差不多已經變主管了 你才有能耐 你當然可以做到大老闆 但是啊 在這個時候 你開始 娶妻生子 開始建立家庭 忽然間 一定到五十歲了 發現小孩長大了 小孩已經大了 然後他的童年 你到底陪他多少 然後突然間 發現父母年紀也大了 啊 開始 我就 那時候我就開始想一件事 我說 OK 現在孩子也 空潮起了啦 就是說 所有的小孩子都自己出去打拼 我跟我母兩個 跟我媽媽 我媽媽年紀大 那我在接下來 還有一點點 人生的再一次的機會 也就是說 你一定奮鬥過一陣子 然後你到了五十歲的時候 你開始要想說 我可不可以過一種 不同的人生 你只剩下最後一次機會 你只剩下最後一次機會 再加來就六十 再加來七十 再加來差不多要阿彌陀佛去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所以呢 啊 開始在想說 人應該怎麼做 但是我在想 這中間的取捨很重要的是 要捨才有得 要捨才會有得 很多人常常想說 啊 耶叔我也覺得你搬台南很好 我也要來搬耶 但是我齁 那種那些有 那些空虧 什麼的 這樣說一堆 你不捨 你怎麼會知道你有得呢 啊 所以我講啊 有一個人在告訴我朋友說 啊你台北有家嗎 有 啊台北有家有多少 嗯 差不多 兩三千萬三四千萬 我說 好 啊你趕快不買 來台南 哈哈 這樣買幾百 哈哈 其實重點在 有捨才有得啦 啊 有捨才有得 那麼再過來呢 啊 那時候我來到這個台南的時候 啊 真心笑 啊 印象 因為我太太是台南人 這是 第二的很重要的原因啦 但是我來到台南的時候 喔 欸 有人出來接我 朋友來接我 然後就開始說這個人自託的故事 人自託 大家都知道啦 我們的那個 啊 人自託 大家人怎麼說我忘記了 上面有人跟我說 人自託怎麼說啦 我永遠都忘記了 啊 不過 人自託是脫鞋嘛 啊我的朋友來 搶我的時候 要接我的時候 穿一個人自託 穿一個底褲 我說你什麼意思 欸 我名人欸 喔 欸 我這屁是你們白骨子 開玩笑啦 我不是什麼骨子 我這屁是說 欸 你也拜託 你不要穿那個 人自託 穿那個 拖鞋出來 欸 不要啊 我才發現說 原來大台南最適合的 要穿人自託 啊 我現在就開始喔 去跟我們問說 欸 人自託鞋要買對一個品牌 牛頭牌 什麼牌 啊 我們很多品牌嘛 哪一個品牌比較好 呵呵 啊 再來又上網去跟他們說 唉呦 我在台南喔 居然 穿人自託 到處跑呢 啊 我自己想 心裡想說 欸 誰敢說 讓人家說 這衣服你很不準 要穿那個人自託 走路四街走 欸 結果呢 所有的網路的網友都跟我說 唉呦 優大哥啊 你真的有夠爽呢 你都不知道 現在穿人自託是流行喔 蛤 請人自託流行喔 喔 你不知道人家的人自託嘛 那水噹噹的人自託呢 喔 啊 人自託才是那個 行男呢 喔 我怎麼這樣喔 我怎麼是LKK啊 你知道嗎 啊 不然喔 真的喔 我覺得喔 為什麼台南要穿這個人自託 呃 因為喔 台南不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城市 它是一個 大概87萬的人口 剛剛好 剛剛好 你也要穿那個 台北高雄 台中 這種 比較大的都市喔 你穿個人自託 確實也不適合 因為它有很多 奇奇怪怪的場合 你是必須要 呃 正式的 比較正式 在台南的請人自託是最好的啦 穿Deku也是最主宰的 穿人字托穿Deku 我跟妳說 台南任何博物館 任何一家博物館 絕對不會說妳穿人字托 穿短褲給妳記住 我去全世界再拿著博物館 其實是像台南 像台南的博物館 可以穿人字托穿Deku走進去 我實在是很自由的 所以 有一座我之前帶來 市長是寇淺菜 我們這個許市長 他就跟我說 余副 很驕傲的 余副 妳敢知道 我們台南是全台灣 失業率最低的 我現在 在家旁邊聽她這樣說 我家旁邊聽四處 四處會給她看 妳敢知道台南家旁邊聽 台北人家旁邊就駕駕駛 就這樣 人一堆 那些人 我怎麼同樣都穿人字托穿Deku 我就跟市長說 市長 妳看 妳在咖啡店 現在上班時間 人家咖啡店 請問妳台南有沒有人在上班 那是在開玩笑 台南很悠閒 台南人很低調 吃醋味 好好的人都很低調 本來好好的應該是要低調 那是那種那種那種 有一天當中湊錢的人 在那大小小小的 尤其是充當中國的什麼 來臺灣 說在灑錢的 那些都在做行銷 現在就跟妳說 他在做善事 故意做善事 不论人哪里做善事 我们还是 看情况再揭穿他 好OK 那么 穿了这一个人字脱以后 有一次有一位记者 他就要拆访我 我就跟他约在咖啡厅 然后呢 他走到了咖啡厅前面的时候 突然 电话打进到我的手机 他说 你不是要采访我吗 你怎么 不进来 他说 哎呦 大哥 我请人字脱 请一个抵抗 我盼抵抗 我抵抗 奇怪啊 我也这样穿 我隔壁这些人 也都这样穿 你只要请人字脱 想不想去 他就不想去 说去 这就是台南的悠闲的一面 这个很重要 这很重要 所以呢 我跟你说 请人字脱这件事情 我从来在台北是这样的 因为我是电视台总监 当然我每天就要 没说衣着光鲜啊 我根本不必去准备什么叫做衣着光鲜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你的主持电视节目嘛 每天就有各厂商要提供你最好的服饰 所以我说我都不用买衣啦 反正就 是到底厂商要提供我三口 这样就对了啦 我的条件是说 我穿他的衣要穿节目 穿节目的时候 他给我拍一张照片 这样就说 这渔夫穿过的 所以你要不要买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也不用剃头呢 那我不要去铁头店 是什么 要铁头店做什么 我就随时有人在夹头毛 每天都要整理头毛 所以你也不用夹头毛 所以不用塞车呢 十几年也塞过车 我现在在回到台南 我没说你不可以开车 是什么 你已经十几年没开车 你自己忘记了吗 对哦 十几年都是有司机有坐车 想过尊贵啦 我现在想想 想过头尊贵 现在做一个波动人 穿一个人字拖短裤 站一台卡打车 我说那只好 就是我的黑神局 然后站那个卡打车四个驾 现在驾驾驾驾到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的时候 停下来 旁边一个卡头摆来 我头过来 看看 再外头过 相声的 我头过来 再看看 我头过来 再想想的 现在我再来说 你是渔夫先生吗 我说是呀 你为什么骑脚踏车 我为什么不能骑脚踏车 所以说起来很少 然后开始的时候 骑脚踏车 然后骑脚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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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东西 我本地来台南的时候 我想说 我如果开始骑脚踏车 每天过着Slow Life 我这个人 一定会马上瘦下来 结果完全错了 为什么 我骑脚踏车 带来的东西 太好吃了 骑脚一车吃三四大 吃这个 吃到很多人 越来越大股 越骑脚越骑脚 等下来的时候 胃六公斤 骑脆人的啦 骑脚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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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很奇怪 其实假如是运动 骑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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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还在骑脚车 骑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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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闆 现在看到我骑脚车 骑脚车 第一个人没有什么发现 因为我骑脚车车 骑脚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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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路邊攤的老闆 我第二座第三座去 他就開始說 欸 奇怪 我看你很像一個人 他說什麼 你很像那個漁夫 是啊 我漁夫啊 他說 啊不過你看起來沒像 又哪裡沒像 他說沒有啦 電視那個比較像 電視那個比較像 我覺得很可愛 穿人字托穿底庫 你就說我沒像 啊我如果去那上面穿西裝 你就說我像 所以人的那些刻板印象 啊其實是現出時的 穿底庫 穿人字托的人 這個人才是這麼講的我 才是真實的我 在電視上的我 那個不是真實的我 這就是 像我們古代人說的 薛族侍旅 就是明明一個人要去買購物 啊現在要買鞋子的時候 不相信他的腳 相信他的鞋子 要去 去拿一個操鞋子 去到那個市場說 鞋子 你有賣這幾盒的鞋子嗎 啊 人家說你腳尿尿就可以了 他說他沒有相信他的腳 他相信他的鞋子 所以空間有著薛族侍旅 所以 呃 然後一到這個台南騎腳踏車啊 我可以這樣講 穿個人字托騎腳踏車 然後這個才是真實的我 這才是真正的我 所以我現在都過到那個 穿第一口 穿人字托 像我今天錄音也是這樣穿來 其實以前在電視台 只拍到上半身 下半身其實也可以這樣穿 上半身穿西裝 下半身穿個短褲 穿個人字托也沒人知道 但是當然就是說 現在的我 為什麼我們說漁夫自由走在我們的自由之下 就是很自由嘛 很快樂嘛 慢慢走慢活 slow life 所以以前在做這個電視台 陳明齁 出名這件事是這樣 很多人很希望陳明 但是陳明了之後呢 也很多人會迷失 很重要是你不要迷失 出名這種事情 譬如說 過去我如果在這個台北 要吃東西 人看著我 你不是要簽名 要做什麼 不然就把你引導到那個 很私密的房間去 所以你吃東西什麼都不自由 很多地方都不自由 相對的付出 當然也無話可說 不過這村廟這件事很好笑 各位都知道有一個人叫做 師明德 這個師明德呢 那時候 我在電視台的時候 她 當時說出來 這樣算是第二次 入法委員 我和她很熟悉 那麼師明德呢 那時候我開始出名 師明德有些 去那個台北的松山市場 在信義樓的商商 商業商 去買東西 他那是一個超級市場 市民舗一行進去 你們知道嗎 一行進去所有的小姐這樣 黑黑球 想說我市民舗 走到這裡 你們這些小姐都這樣 黑黑球 很爽的 繼續去買兩個東西 買什麼出來的時候 弄不掉 小姐說 你們知道我是誰嗎 小姐說當然知道 我是誰啊 你是林子祥 我要哭你 這真的事情 我不是跟你說笑的 還有一張 最夭壽的TVBS 電視台 我們香港有一個導演 叫做徐克 徐克也散散了 還留兩匹鬍子 他就有一部電影飾演 在演 飾演的那些市民主要找他看 那你走到那裡 我說有在那單徐克的小女生 看著市民主走來 也是這樣 千名千名 市民主唱到 現在就有簽名 一簽 小姐說 怎麼 不是徐克 簽這個市民德 這樣一定很凶人 市民德就是 大家說我是徐克 我是市民德 結果你是要單徐克 那小女生 那個TVBS繼續去那小女生的反應 結果那小女生都說一句話說 那市民德是誰啊 那個哥哥凶 惡度傷害 所以 出名的事情 看你到底是要出外國的名字 比如說 歐巴馬全世界 歐巴馬真的全世界嗎 全世界的人都認識他嗎 出名到底是用在什麼樣的意義 你自己啊就衡量 那有些人是出了臭名 有一個人 他的這個民調只有9.2% 達成全民共識 這種叫出臭名 臭名 啊結果呢 所以出名這件事情 不見得是 我的感覺啦 當你開始回復到你成為一個 百姓的普普通通的人 不要說百姓 快管 封建名詞 啊變成普普通通的一個人的時候 反而你可以過得很自由自在 所以有捨才有德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啊 所以就是 在這個 啊 台南生活之後呢 我就常常覺得 嗯 很快樂 我 我 我來到這裡 自由自在的生活 啊 人也不一定 別我 別我 也不要緊啊 所以 我現在開始 都辛苦 因為我在台學裡面是在加科技藝術 各位可能聽不懂 這科技藝術到底什麼我故意啊 我才會故意說 啊 啊我常常拿一支手機藝術 四支去藝術 就看了衣服 吃衣服 吃衣服 就用手機藝術 藝術 藝術 吃不吃了 啊 當然藝術很多 啊 出味的東西 啊在藝術 我用手機藝術 我常常用一支手機藝術 譬如說我要開這間這間吃的打美食攤 我就由手機要開始從拍攝 啊然後配音 配樂 剪接 到上傳 啊 這個全部都是用手機完成 啊我們這台灣人啊 真是不像啊 啊我去拿一支手機 我以前來要出門啊 開玩笑 我以前來要出門 我總監呢 我國保呢 哈哈哈哈 要出門啊 不簡單的 我如果要出門 要一同一集結婚啊 一定要對什麼攝影啦 攝影助理啦 廠劑啦 旁邊打光的啦 化妝師啦 什麼一堆這樣一群人這樣齁 好好好回到去別人的店 啊去別人的店 看了你一群人來就怕到 你又電視來 哇哇 又總監 怕死人 哦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開始在欣賞 那個到有一個你知道嗎 所有的人齁 如果不是說不出門 就開始講國語 為什麼講國語你知道嗎 啊 大家想看 為什麼他把那個電視台 在跟你訪問你 訪問要講國語 那台灣人就很奇怪 很不主信 就是這樣 人家一支那個攝影機 你為什麼要跟他講國語 你不要跟他講台語 人家攝影機 煞來跟我講 我也跟他講台語 說台語是跟不出門 啊 但是很奇怪 你怕手機 他會講台語 哈哈哈哈 好像沒威脅性 其實我覺得 除了沒有主信以外 這個 威脅性 差很多了 你手機也沒威脅性 你手機也就開始說了 啊 開始欣賞了 啊 那個對方就不覺得 啊他也不知道我欣賞 我欣賞了 一定前接上網 他說 蛤 蛤 雅先生 你說你跟我講話 你上次跟我講話 啊你跟我拍上去喔 你我怕死的 對啊 啊我就跟你說 啊我你把手機 你就是看不去我手機啊 你不知道我手機 一定很厲害啊 哈哈 啊 所以啊 來到這裡 自由自在的生活 這就是這點 我在意外的節目 在這裡要跟各位分享的 啊 還有呢 摸來台南的路 這個理由 很多啦 除了我母親 是台南人 除了我感覺台南 是一個剛剛好 適當的一個 規模的城市以外呢 還有一點 台南的廟 很多 這點很重要 各位 台南的廟 很多 啊 所以啊 我們到weekend的時候 就黏著這個信 拜訪那個信 這個信 拜訪那個信 這樣齁 還是市區裡面比較差啦 啊 但是啦 這個醫藥才再說啦 啊但是這個廟座就是 標示 重型保備 啊 所以我們 如果是住這個台南 老實說 沒有什麼天災啦 啊 當然你說什麼 啊 如果見了 這大後來的 外面有什麼 什麼 新法隊的 飲水啊 之類的 但是 如果是在這個 古的當堂 這個台南市裡面呢 老實講啦 老實講啦 也沒有什麼 真的沒有什麼 過什麼災禍啦 啊 因為是地形的關係 地形 啊 當然 還有一點 重型保備 重型保備 但是我跟你說啊 這裡面有很大的這個文化的厚度在裡面 這以後我們再談 啊 啊 不過呢 除了廟座以外呢 還有一個便宜麻醉 醫院多 便宜麻醉是怎樣 不要 我如果吃吃的 啊 如果那個什麼 那個 腦中風啊 什麼的 要救得比較快 哈哈哈哈 這個就不要 所以我常在跟很多朋友講 我說你不要把 當然我現在不是退休了 我說你不要把人生啊 說我現在已經要到退休的年紀 說我趕快退休了 退休退休這件事情 不是到了七十歲 說我要退休明天開始不上班 然後從此在家裡 我告訴你 你一年紀的老人痴呆症 退休應該是同一個人生很重要的規劃 跟你在做事就一樣 你如果真的要做退休的人 做一個英人 要做英人不簡單 要做閒閒美代子跟公本美代子 這個都不簡單 都不簡單 為什麼 因為你要做一個退休的生活 你要好好安排 至少 至少至少 at least 最久 你最沒辦法 以前 那個醫生要給眼光 對吧 啊醫生 當然眼光就是 就是這點嘛 就是這樣你不可以來 老的時候身體最重要 好最後一點呢 就是呢 台南 美食很多啦 啊人生就有多幾歲了 你再吃到七十幾歲就給他吃口了 對吧 這個時候 住它呢也是最好的 這樣醫生就是為甚麼我的幫忙 啊接下來呢 又為甚麼我來開這個 啊我們在 我們自由之下 啊 九一點五 啊 來在這裡開我的節目 啊我這個 開始開始我的節目 啊我的節目 我們一禮拜 週日 晚上 九點 到十點 你記得喔 啊 來和醫夫 做會行 漁夫 自由行 咱大家一起 做會行 感謝收聽 我是漁夫 拜拜